早雨,小龙女结婚视频曝光,现场谈算连婚纱都没有,双方父母却没有到场11月26日,一大早小龙女吴竹林刚回国一天就宣布了和女友就结婚的消息,这片中显示,两人是11月8日,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婚礼, 而之前赚吴竹林在社交平台上改姓,在登记结婚时,依然用了母亲的姓氏,照片中,两人穿着白色卫衣,32岁的网红女友,带着白色头纱两人深情亲吻,随后吴竹林再刷出了两人手接手的合照,还表示婚后会定居在香港,他发文表示没有什么必找到真正的爱情更为重要了,有了爱,就回来了,香港是他的家, 有爱就有家,假就是安全感,虽然之前在这个环境中总是感到不安,但新的潮流正冒起,家庭可以选择,因为不会孤单,爱比薛更强大,爱永远胜利,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时,他又放出照片配文,我们以老婆与老婆的身份回到香港了, 而吴竹林的妻子Andy更是发了长文,感谢是吴竹林将他改变,借着爱他们有了难以直言的力量,爱令他们知道自己是谁,想要什么,自己不再害怕,不需要千包百计,为求度日,人本以为自己的生命是祸害,是吴竹林解救了他,他找到了爱,结婚当天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, 看了这些莫名有些心酸,这两个人都是心里有上痛的人,所以彼此遇到,互相给予对方爱,给予对方温暖,互相帮助重现,站起来,很多人都很讨厌看到他们这样,但其实感觉他们那些很脆弱,盯着生活,吴竹林还很罕见晒出了两人结婚时的视频,视频中两人宣读了誓言,读完后两人相识一笑,Andy也, 眼中是感动的泪水,很不容易,两人交话结婚戒指后温馨拥抱在一起,看了感动也很心酸,没有婚纱,Andy只是戴了白色头巾,现场只有他们两人和一个正婚人,吴竹林的妈妈吴起立,和对方的家人均没有到场,没有人送上祝福,可以看出他们经济确实很拮据,连一个像样的婚礼都不能办成,当然也许是不在意吧, 而吴竹林没有会应此事,下午一点还晒出了和经纪人吃饭的照片,重新回归形式作品,他表示了感谢,希望以后还能塑造更多生动的角色,在吴竹林回港当天,吴起立就晒出了工作照,他在拍摄《理想国》,在剧中饰演一位目睹了儿子跳楼的母亲, 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拍戏了,对于这次的拍戏他表示不紧张,但是很有压力,担心自己也不好,其实吴起立并不希望媒体关注吴竹林的事情,希望他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,对于吴竹林结婚的事情也没有表态,不知道他会怎么想。 请不吴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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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